想了解世界 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当乌克兰销毁了它的核武器 1991年圣诞节苏联解体 乌克兰终于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乌克兰人民很激动 从蒙古人到沙皇再到苏联玩玩 他们世世代代争取了700多年时间 独立的乌克兰很快收获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承认 只要这两个大国承认 其他国家自然也不反对 不过那时候的乌克兰面临不少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它拥有全球第三的核武库 规模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先不说各方担忧的安全问题 就排名第三这个是 让很多国家心态没法平衡 当时乌克兰手里的核武器存货很可观 战略核弹头大概有1900枚 其中包括130枚SS-19洲际导弹 这一款每个可以包含6个弹头 还有46枚SS-24洲际导弹 这一款每个能包含10个弹头 战略轰炸机45架 其中19架是图160飞机 还有25架图95飞机 这些款式俄罗斯至今还在战场上投弹 最后还有2500枚战术核武器 以及大批半成品和核材料 心态最不平衡的是美国 苏联解体时 它属于惊讶中带着惊喜 但是忧虑的情绪 很快蔓延过来笼罩了白宫 最让老布什忧虑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苏联解体后 散落各国的核武器如何控制 另一个是如何防止那些核武器向外扩散 要是运作得当 两个问题可以当一个问题解决 对此美国人认死了一个原则 苏联留下的核武器 只能由俄罗斯一家处理 不接受分包 他为此忙前忙后 尽全力将遗留在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核武器销毁 或者弄到俄罗斯去 当然最好是毁掉以绝后患 之后美国和俄罗斯频繁开会讨论 他俩定下主要的处理规矩 比如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在大方向上定了条以后 再把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三国 向这个条约上引 最终目的是让他们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 核不扩散条约 这样的会议 从苏联解体后隔三差五开到来年5月下旬 终于在1992年5月24日 五国合签了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 当时乌克兰总统 克拉夫丘克高风亮节的承诺 七年内全部清除 一箭不留 承诺归承诺 那么多好东西要运走毁掉 好处不给够乌克兰人也不乐意 于是开始跟美俄两国讨价还价 花了两年多时间终于谈妥 在1994年1月14日这天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三国签了 关于销毁乌克兰境内全部核武器的三方协议 文件里规定 乌克兰在七年内 把所有核武器运往俄罗斯销毁 美国掏钱买走俄罗斯拆解核弹后的浓缩油 用来发电 这比卖二手材料的收入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分 另外美国给乌克兰 1.75亿美元的核武器损失费 附加1.55亿美元经济援助 这核武器最大的作用 不是把它引爆发朋友圈炫耀求三年 而是拥有它时 别人不感动你的那种安全感 那么多核武器没了 自己这一块的安全怎么保障呢 对于乌克兰这个核情合理的担忧 各方已认真考虑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1994年12月5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英国首相梅杰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迁了 不达佩斯乌克兰安全保障备忘录 这个文件里规定 只要乌克兰放下核武器加入 何不扩散条约 那么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三大国保障乌克兰的安全 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现有边界 避免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避免对乌克兰使用经济压力影响其政治 如果乌克兰被侵略或者被核武器威胁 可以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国家地位 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帮助 布达佩斯备忘录是美国、俄罗斯和英国三家做主签的 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五个 中国和法国没有参与签署 两国对这个协议是啥态度呢? 就在协议签署的那两天 中国和法国也踩着点发表了政府声明 同意条约内容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 两国虽然没参与签字 但是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 提供的安全保证还在跟乌克兰的两国间友好条约中被细化 总之五大国都给了乌克兰安全保证 既拿了钱 又得到了大国的安全承诺 乌克兰人踏踏实实地销毁核武器 1996年5月31日 最后一批SS-24洲际导弹 从乌克兰运往俄罗斯拆解 2001年10月30日 乌克兰摧毁了最后一口陆基洲际导弹发射警 那天之后 乌克兰光荣地实现了无核化 彻底成了一个对周边国家没有威胁的无核国家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中国 法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 既有政府声明也有协议和条文 所以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 五大国都有义务和责任 帮助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抵抗侵略 各自独立的那一年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拿苏联当对手 彼此之间有点惺惺相惜 乌克兰人也能看到俄罗斯人眼神里罕见的真诚 可是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 若干年后的地区局势和两国关系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当带给乌克兰威胁的是 当初承诺保护它的俄罗斯时 事情就很复杂也很棘手了 因为迫使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 是其他几个承诺保护乌克兰的国家 2013年 乌克兰发生内乱 东部两个亲俄的州 抓住混乱机会与乌克兰政府闹分手 之后的2014年4月份 卢干斯克州自封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又过了一个月 顿涅茨克州又自封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他俩在全世界不承认的大环境下 坚持了8年 就在几天前 这俩国家终于得到了俄罗斯的官方承认 这两个州的独立之路 效仿了克里米亚 首先自封自治共和国与乌克兰政府对立 接着找人支持自己公投独立 至于要不要也像克里米亚那样 加入俄罗斯则要继续找机会 这个机会既要他们自己找 也要支持者俄罗斯找 缺一不可 从结果上来看 俄罗斯确实侵犯了乌克兰的现有边界 对乌克兰领土完整 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但是其余四大国并没有办法制止这种现象 并保障乌克兰的安全 美国和欧洲在这件事上的真正目的是借助乌克兰遏制俄罗斯的发展 并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利益去遵守协议 而且事情闹成现在这样 跟他们的主动扩张和对乌克兰的暗中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而欧美的强硬政策又一步步把中俄逼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我们外交部这一次表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缓和事态 化解分歧听着总是那几句话 但已经中立的 有点对不住协作伙伴俄罗斯了 从2013年以来的九年间 乌克兰东部就一直没有和平过 乌克兰人应该也体会到了大国的安全保障 在落实的时候折扣空间是多么大 那么全球其他国家看到乌克兰这种情况时 不免会有很多疑问 假如乌克兰保留了核武器 俄罗斯会像现在这样做吗 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 头部大国的安全保证 既然是这样 那么其他国家以后还会放弃核武器吗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任何关于本期内容的分享评论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